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其实这所谓的中央可能有很多地方还需要改进的 但是现在似乎民进党的监督的力量好像也没有完全上来 面对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回到这一次的风灾了 这一次的风灾我们看到其实刚刚我们也提到 是不是什么台风责任都归给中央 中央一肩扛是否这真的是也是不太公平的 而地方到底该要怎么样去面对 我们先请庄教授说讲一下 因为灾情就是作战 其实地方限制政府跟中央都在跟水作战 水作战它有多少民意 就等于它有多少部队 中央已经警告地方说 它后面的部队会蛮大的 地方如果不成立灾害中心 成立指挥官 把所有的兵力去动员出去 观察所有可能的地方的部队来 我才知道如果去防止 哪些水门要开 哪些沙带要去准备都要注意 所以我才说地方指挥官绝对是第一线 因为你是地方跟水在直接作战的人 那如果你有成立这样的中心 那当然你失职啊 再随时资料进来 告诉你水的部队已经进来 什么地方掉下 丢进来了 你还没有去环应 那是大纳失职啊 是 相容怎么看 我现在怪气象局是没有意思 因为其实现在的气象局 它除了有权威发布之外 它的权威是建立在 几乎全球的气象资讯的 大家的资讯不会差太多 几乎都一样 你看到我们的气象局的 你看到美军的 看到美军的